为了倾听民众诉求 协助地方做好各项建设工作 议长何胜峰也积极办理 地方建设联谊座谈会 邀请各项正式的村里林长一同参与 日前上午座谈会也来到新一乡来举办 而在座谈会中 大多数村林长所提出的 都是道路或者是建设方面 议员王秋淑 小志全议员也期望在大家的配合之下 共同来解决地方的问题 我们新一乡针对的农路的设施改善 以及我们乡村的绿美化 还有我们亲子设置的广场 希望透过今天的座谈会 能够让我们的县政府 以及我们的议会 能够协助我们在地的需求 希望说各村的需求 能够在县政府及我们公所 大家的互相协助配合之下 能够让我们新一乡的乡亲们 有一个最好一个通行的 安全的回家的路 先议员石庆隆 陈淑卫议员肯定 议长对于地方的关心 也期望除了地方政府 努力协助乡亲解决问题之外 盼中央政府也能够多多重视 那我们也很感谢 我们议长能够军事率领 我们县府团队 跟我们议员来跟地方 各乡镇的村里长 来做这样的一个座谈 相信说我们倒有为的中央政府 一定会来支持地方的需求 尤其南投县政府 要来负担这么大的这个金会 可以说是会比较困难 当然我们的林县长 以及我们南投县议会 也会极力的来做一个配合 争取金会对于地方的建设 全文财议员相当肯定议长的用心 不但率领船队到新一乡来 也亲自倾听乡民的心声 为地方解决问题 今天这个座谈会 当然大家的反应都很多意见 主要应该都是道路 还有一些排水问题 在这边 如果是前者在以幸福的 那我们议员 我们议会 会督促他们能够给予 协助 期望透过村林长地方建设座谈会 不但能够亲身倾听 乡亲的需求 议员全文财 肖志全 陈淑惠 石庆龙 谢明萌 王秋淑 也期盼 借此能够使地方发展更加进步 记者邱平易 新历采访报道 为此 明明天 儿子 应该是